委員長,請教一下,選爸爸你們下禮拜,看來要排審,是不是會拿掉你們自己門檻的部分,現在有人說是全力支持吳秉瑞版本嗎? 這個其實國民黨很早就已經講嘛,就針對門檻這件事情我們本來就沒有堅持嘛,因為既然民眾黨反對客觀上通過他有他的困難,所以我們當初其實在昨天排審的用意啊,其實就是充分討論嘛,難道法案不管他爭議大或小,難道不需要充分討論嗎?本來就需要充分討論嘛,那民進黨 昨天不知道發什麼神經在霸佔主席台,連帶癱瘓了其他三個委員會,浪費大家的時間,也打臉外面清聊所謂的沒有討論不是民主的這樣一個說法,我就非常荒唐 那既然昨天給他癱瘓得逞,那不表示我們不願意討論法案啊,我們的初衷沒有改變嘛,所以高金昭偉這個昨天也宣告,就是說禮拜一繼續來排 那為了避免爭議,也避免法條的數量過多,那如果門檻這東西既然我們已經黨團已經明確有宣誓不堅持,那就不要處理嘛 讓討論的速度可以加快,兼顧意識的效率,這也是我們的誠意嘛,那現在就看禮拜一,看民進黨要不要繼續發神經嘛 那我是覺得沒有必要啊,大家要好好詢達,好好進入竹條的審查,這吳秉銳的版本,這個講說避免死人連署或者是超名測,難道不正確嗎?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大家就開放心在討論,民進黨不要對自己的論述沒有信心嘛,厲害的話你就好好來開會討論,不要又出奧婆出怪招啦 因為現在有傳出說罷免,全罷法的這個門檻,不提高是因為沒有民眾黨的支持 那想問一下你們怎麼看,而且吳秉銳說他撤案是因為國民黨無限就是上綱,然後汙蔑他的提案,所以他要等到一兩年之後他再繼續 門檻的部分本來就是,本來我們在修正,尤其是政治性比較強的法案的時候,民眾黨的角色本來就非常關鍵啦 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你喜歡或不喜歡,這都不會改變嘛,所以這本來就是這樣 那大家代表不同的民意,也確實證明了門檻這件事情有若干的一個爭議嘛,那我們也不是說聽不進民間的意見 如果有爭議的部分,大家就緩議嘛,多收集各方意見,有更好的論述的時候再來做處理嘛 那至於吳秉銳的版本,那就更好笑啦 你民進黨的提案,難道不代表一部分的民意嗎?吳秉銳的提案沒有一定的道理嘛,他有道理嘛 那你為什麼要撤案呢?你為什麼封起來連自己的臉都要打呢?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荒唐而且沒有道理的事情 所以有可能啦,因為他宣稱撤案要走院會的程序嘛,那我們就看他要不要在院會丟臉嘛 自己的提案自己撤回來,他撤回來要不要做清楚的理由的說明啊?總不能因為這個國民黨或民眾黨有意支持,他就要撤案 那你在幹嘛?你滿腦子只有政治惡鬥,沒有法案的品質嗎?沒有論述的道理嗎? 到底是誰在搞政治惡鬥?誰真的想要透過制度讓台灣的民主更完善?我想高下立盤 選霸法的部分,那下禮拜一會再審一次 那現在是傳出說國民黨這邊是不是會把自己的案子 就大家先停了,全力支持,為什麼? 其實選霸法的修法我們過去到現在都一直強調 這本來制度上有所爭議之處都可以來做討論 這也是立法委員的職責 而不要忘記這所謂的這個選霸法的一個門檻的部分 兩年前三位民進黨的委員才有領銜提案 一模一樣的修法內容 不過我們也看到高清素媒招委他也認為說 既然有那麼大的一個爭議就先暫緩 所以說下個禮拜一有沒有排選霸法90條的修正案 所以其他的部分我們現在就要看民進黨的態度 所以除了說這個門檻的部分以外 其他的選霸法到底要不要討論 包括說原住民的這個資格以及相關原住民選霸法的一個權益的部分 以及包括說連署是不是應該要更確實來掌握每一個人員的一個真正的連署 我想這一些也都是過去不管藍不管綠都有看到的一個選霸法的一個弊案 那既然有所弊案實有所聞 是不是更應該用嚴謹的態度來把它給修正 讓民主的程序能夠更加完備 所以下個禮拜一我們也會做好相關的討論 包括等下黨的大會也都會討論下禮拜一的一個應對 我們也呼籲民進黨不要在當家鬧事 用當家鬧事的方式不想討論 只是放水只是害怕面對 這一點絕對不是執政黨應該有的態度 竹敏 我是高級招偉 你現在你們出的來嗎 我們就是出不去我們同仁要出去 而且我們一直拜託說你在外面有宣告我們有聽到我們要過去 但是他們就不讓我們出去 他們是誰 就是那個民進黨的委員們 民進黨的委員們不讓你們出去是不是 因為你們在門口有聽到我在門口宣告 我們的會議改為徒賢樓101了是嗎 那你有在外面要進來宣告 但是出不來 那我們就拜託他說 因為你已經叫我們同仁要去群域領域 所以拜託他讓我們出去 好我了解了 現在他們全部都控制你們都不能動嗎 是嗎 因為他們把門口都堵了 他們把門口全部都堵住了是嗎 所以你們都出不來 對 他就叫我們坐著 其實包括我們專委 我們秘書跟我們科長 我們都準備好了 好的不好意思 你們辛苦了 你們辛苦了 我了解 好 謝謝 你們又不讓開會又說 意思無效 請你們安靜讓我說話都不說話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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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我們 不在你 不在你就是這樣 沒收民主 誰沒收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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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吳启明招委其实都很好商量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冲突过 我很遗憾内政委员会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呢 大家还是静下来讨论一下 但是好像我今天也没力气上去 抢那个主席台了 那我想休息一下好了好不好 谢谢 郭总统 上帝 漏气 思乏气 思乏气 你一个总统叫一个官建民给你翻评 中华民国漏气 我们对全世界去 啊 上帝 台南人口有国企业 像我这种宗教材我帮起来刚好 你能够一世英明 就由民进党这个东传给你买 你买 不贪这四五 或是四十八贏要拍彻 别怕 六十八的名义站在这边关架 六十八站好好的 不是欠仪 是欠仁 我代表我們政上法 過去的八年關上高潔 蓋你無關的 蓋左隆帶也無關的 讓我們查一下是怎樣 對不對 有 40%動算的總統 要把你罰免就要50%才會通過 60%動算的罰免是對 25%就能夠罰免 這個不合理的 你不搞面對 你是怎樣 行我把這個50%收到25% 你怎麼會怕 不用怕 這條我不會幫你收 讓你安穩做四當 合合做對不對 是 你現在怎樣 要把台灣共發民國 這個日本人 要把母王亂理 那你有夠見面 輸的是你 柯建民都不會輸 他每天都在贏 輸的就是你路的牆領 打鼓 打鼓 他會被受到的 鼓 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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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